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的新周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Christine 大家好我是丽萍 那增加沙拉月和沙巴石油税到20%或同等价值呢 是西蒙政府的竞选承诺 不过从509到现在呢 联邦政府和沙拉月政府呢 对这个石油开采税一世 就是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那最近沙拉月新闻主席张建仁他就表示了 这项课题呢将会由首相敦马哈迪和首长阿班族 两个人呢直接讨论的 其实这个自主权的课题呢 我最近刚好就跟一个身边的朋友们在聊起 大家的感觉就是说 这个东西从这个阿迪纳时代聊到这个阿班族的时代 应该也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大家都已经感觉到有两种感觉 一种是腻了一种是厌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这个东西一直谈到现在 好像都没有什么很大的进展 所以现在就说当然关系到这个石油开采税的东西 由这个首长跟首相来直接一对一谈的时候 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说 他到底会有什么雀跃的成果吗 那么会不会说加速谈判的效果呢 这个才是应该是大家要关心的重点 也是令人非常 我觉得说也是还蛮期待的啦 就是看两个人能够谈出什么成果啦 是的 那为什么这个关于石油的课题会被拿出来讨论 就是单独讨论呢 张建伦就表示是因为呢 这个课题牵涉的范围就比较广 因此指导委员会呢 才会决定把它给分割出来 并交由首相和首长直接讨论了 那除了这个石油开采税之外呢 其他涉及石油的课题 包括像是石油资源拥有权呢 也将会由这两人来直接协商的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 就是这个委员会可能过去是有 差不多可能是有五六个人 或者是更多的人在里面的 那么我们可以说是人多的时候 那么你意见也多 那么就人多口杂嘛 我们说 那么现在一对一谈 就是说由首长跟首相来直接谈的时候 当然是也是因为说 这个石油税的课题是关系到 沙劳越最大的这个利益 因为沙劳越是一个厂游 很丰富的地方嘛 那么当这个直接谈判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认为 对阿班族他来提高他的形象 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平台 因为我们也知道阿班族 一直给人家感觉就是说 他的表现是属于比较温和 那么说的不好听 可能有些人认为 他是一个比较相对于阿迪娜 他是比较弱势 那么当他跟首相有能够走到这种 就是一对一谈 就是联邦跟这个沙劳越来直接谈的时候 就是阿班族他来说 他的这个权力跟他的谈判的 这个是不是够强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是那如果他真的是可以为沙劳 就是争取到最大的权益的话呢 我相信在来界的这个周选呢 那个GPS的胜算 应该就会大大的提升了吧 那么最重要就是说 他在周选前 最好是这个谈判是会有一个眉目 就是有一个成果 那么不过他这一次遇到的这个对手 就是马哈迪 就是谈判的这个对象嘛 是一个我们可以说 马哈迪是一个全谋的这个大师级人物 那么其实对马哈迪来讲呢 他也有相对的 他也有一个压力 因为我们知道在马哈迪 他第一次任相开始 大家都认为说他对东马并没有表现出是一个把它看成是一个平等地位了 那么当西蒙一再说他们要平衡的来发展这个整个马来西亚 包括东马的时候 那么这个也是时候让马哈迪去展示他的这个诚意 你到底是不是想要把东马这个拉近东西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距离 是 还有一点就是呢 其实西蒙他们之前也是放眼说 希望可以在来界的周选 就是夺下这个周政权的 那如果这一次首相马哈迪 他可以就是给出一个比较满意的这个答案的话呢 我相信应该大家也没有那么就是对西蒙啊 很厌恶很反感吧 对因为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 因为过去一直谈的时候 我们根本都没有具体的 包括我们说要20%的这个石油开采 或者是更多的时候 可是我们在azmin的时候 azmin就是说要用这个净收 净收入来计算的时候 又是一阵子热议 所以大家现在就是关心的是说 我们到底可以拿回多少 是不是可以更多 因为这个关系到萨老月的发展 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税收 来把萨老月的面貌整个来改变掉 那当然了 石油睡这个课题呢 是很多萨老月人都是非常关注的 包括我觉得说 我自己也很期待 他们两个人呢 最终谈出来的那个结果 可能没有那么快了 我觉得 那究竟能不能就是让大家满意呢 也是非常的令人期待吧 是的 因为这个谈判呢 其实就是直接关系到明年的 最快明年 或者最迟是在后年要举行的周选举了 嗯好那现在带回来呢 我们就会来聊聊 关于古境美食节 继续留守FM92.5 CityPlus 尽量的周选与 在下边也有什么 熟悉的周选与 户座 尽量的周选与 前面的周选与 好 是